剛才大家看到三位會員很努力去上妝 究竟上得漂亮嗎?效果如何? 我們現在就很緊張,叫Janice評論一下 Toby,我眼睛看起來已經漂亮了 其實膚色穿了很多 剛才看了三位去上妝時 其實手勢各樣都可以 如果用正常的人化妝來說都很高氣 需要有少許改善 其實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用Toby Cake去塗一個粉 在臉上 很多時候我們有份量都要注意 如果你是推的話 推,那個份量就不太多 會濕一點 但如果你想用質地拿出來薄一點 其實是因的方式就會薄一點 其實大家都看到兩個不同的分別 由師傅看看你本身的瑕疵都不夠 如果下次是拖一點 就會輕輕推,推到少許 但如果想自然的話 我們輕輕印就可以了 但剛才Toby,她化的底 其實旁邊這些位置我都覺得不錯 是挺漂亮的 唯獨是鼻蓋這些位置 對,稍微大 就看到,放了粉 反而令我手勢更大 對,因為其實可能有性皮膚 可能會比較粗大一點 所以這些位置我們都可以用一個粉去遮蓋 很多時候我們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塗粉是由上至下 由內至外 我們其實如果塗粉 有一點挑妙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性皮膚 最集中的位置是哪個呢? 你就是中間的位置 對,生些東西 對,生些東西 生些東西 所以我們要遮蓋到最高 是這個位置 我們這樣說的話 其實需要拿粉的量 最多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剛才 塗的位置 就可以在鼻子開始 沿頭慢慢印下去 原則上就變成這個粉 比較少一點 對,因為相對來說 面外圍的瑕疵會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想出來那個粉 剛才Tommy跟我說 怕會很厚 可以在最多的瑕疵 拿多一點粉 然後慢慢推開 再推開 再推開 要遮蓋的位置 要遮蓋到之後 又不會感覺很厚 一般呢 其實我們一開始化妝 可能是在臉上 然後推開 正常是臉珠的 但原來是可以在鼻子開始印出來 對 我們印完鼻子之後 剛才我都說Tommy 可能鼻子遮得不夠好 其實我們如果要遮鼻子 拿多一點粉之後 輕輕地打圈 遮蓋了毛孔更加大 對 太大當然是不行 如果我本身的毛孔有少少 是抗張的 可以是輕輕地打圈 將粉能遮蓋到毛孔出來 毛孔出來就會有性感 其實這支粉底 都非常有霧感 看到很漂亮 其實出來很薄 好像塗了Smarla 沒錯 沒有錯 感覺很舒服 很暗 之後我們再印上眼頭的位置 然後很多人都會發線的位置 輕輕鬆一點 大家剛才看到我現在的步驟 跟Tommy有少許多 Tommy有少許多 Tommy有少許多 只是輕印而已 為何要印呢 因為歌詞給你推的話 可以將粉底推走了 如果你是輕輕印 可以將粉底壓住 可以將粉底推走 看出來也會自然的 我們輕輕地印印 一直有印 印完之後 在眼的位置 可以加多一點 輕輕地印 再印一印 如果自己的眼睛比較深 可能一個粉底 未必是完全影響 之前就要塗上 塗上下癡 再印 之後可以自己照望鏡 有沒有下癡 或是不漂亮的 還要補多一點 我們可以各部再加 例如這個位置有少許多印 再加多一點 還有很多時候粉底 都可以做到輪廓感 比較立體 真的 有時候除了平滑 膚色均勻 之外 為何臉特別有輪廓感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粉底裏做了一些贏 粉底有很多時候 不同的形狀 都可以反射到不同的光 都可以做到輪廓感 所以現在波件很進步 所以一合力去別 都可以做到 highlight 或是shading的效果 現在很簡單 已經可以塗上一個很漂亮的粉底 不是很漂亮的 不是很漂亮的 不是很牙色的 而且不會那麼容易出油 這次Janice幫Toby選擇這款顏色 也很適合它 你可以看看效果 對 很滿意 一會兒可以挑戰 出街時挑戰它的紅油 我聽聞這個紅油 非常之好 就是我的Shogner Raquel給一個Powder 是我的Shogner Raquel Gel Powder